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危险 在中国境内就发生过严重的舰船碰撞事件 死亡一千多人 仅有二十多人逃生 这就是太平伦事件 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上海的黄金撤离台湾 把黄金全都藏在货舱 导致船体严重超重 又正直晚上不敢开灯 导致太平伦和一艘货船相撞 沉入海底 打 捞队也前去打捞部 也是民间的盗保人士 专门去附近海域打捞 但始终都是风高浪急 无功而返 里面到底装满了多少黄金 并不得而知 现在都没有打捞出来 可见难度细数的有多大 只能静静的躺在海底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人抢夺了大量的中国金银财宝 偷偷运回国 最后在太平洋上被美军潜艇发现并击沉 它就是日本当时最先进的阿波安号 这些财宝还是静静地躺在了太平洋底 直到抗战胜利后 我国的潜水队员去打捞 才发现上面的财宝竟不翼而飞 原来里面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宝物 就打捞到了已经面目全非的日本士兵的一排 处于人道主义 还是移交给了日本政府 但日本人却坚称财宝被中国占为己有 小编都忍不住有话说了 我国的东西就算有打唠叨 也是我们的 还要向我国索赔 要价15亿 大家觉得会赔给他们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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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